来说 你好英格 然后我想咨询一下 就是我12年是差点去加拿大工作 后来被拒签了 然后之后我想问 就是这件事吧 这件事成了我一个就是心结 是一样 我现在想问你们 就我有一个远方大哥 然后之后他是12 他是很早08年09年的时候 然后山东的山东大哥 然后之后他是也是家里没什么钱 借钱花了十多万块钱 然后去的加拿大温波尼 一个小村子吧 然后干了去杀猪 因为什么也不会 干杀猪 然后对就杀猪 因为他说是本地人不干 就是加拿大的本地人 可能是不干这些东西 只有网上人之类的 然后之后他自己就学英语 然后慢慢考试 在加拿大好像是需要什么 干什么东西都需要考什么试 只要你过来就能干 考证 然后之后后来之后 考上了那个电焊 然后之后找我们几个 就远方的表弟之类的 让我想试一试 后来之后 然后他跟我说是每个小时 刚开始一小时是挣25加元 是一二年的时候 然后之后超过了八小时 一个星期超过40个小时 然后是35加元 然后就是一小时35 对一小时 1.5倍 嗯对 然后而且是两年之内 没有无犯罪记录的话 他就可以申请绿卡 然后你看公平上 有人说 有人是跟你说加拿大是电主 我不是傻子 我不是傻子 他都这么跟我说的呀 我还真不知道 我美国这边现在都已经是 都已经是就是就进流水线 就直接就能嘎嘣了 就就放解了 不用那个 不用那个人说放椅子 一大碗 他说不是那么干的 我没有 我杀底点都没有 我这样问一下 然后之后就是怎么说呢 他们到底有没有说的 像他们过的现在 靠不靠谱 像他们说的 加拿大我不知道 我哥们 加拿大我不懂 但是但是就是 就于美加这一块来讲的话 你就说白了 你要是就是有一个 底层以外的工作 就是哪怕是他说刷猪 就不是不是不是刷碗 这种工作 汇率差存不存在存在 代价你知道就行 明白 你节目结婚 有没有孩子 上面有没有老人 能不能去 这不都是事吗 去不了 对对去不了 现在已经去不了了 那你一续 你不是 你不是说过年春运了 你回来一趟 啥你可不是那种 你一续好几年回不来 对不对 是 明白明白 对了一个 还有第二个问题 然后之后 我想知道就是好比 就是咱普通人过去了 正规过去的 过去去美国之类的 我一看上网看见 就是美国人 非常喜欢在中国美食 那好比什么 咱们煎饼果的烤冷面 什么烧烤之类的 去那游搞头吗 我之前也是这么以为的 所以我开的饭店 在美国的 咱们来自中国各个城市的 地方特色小吃 能有老美 或者是咱就是 中国籍以外的人去吃的 可以这么说 在它营业额里面 都不足1% 你明白吧 就是你问他喜不喜欢吃 吃一回喜欢吃 你这就比如说 就好像你吃墨西哥 Tarco 喜欢吃 一个月我最多吃一回 我不带想的那个东西 你问我吃了好不好吃 还行 但是你问我 没事的时候 拿着玩当饭吃行不行 肯定不吃 不但是我对老外的西餐 有这个态度 老外对咱们的中餐 其实也一样 你问他喜不喜欢 我特别喜欢 辣的菜怎么怎么 你问他天天吃 吃不吃不吃 明白 这是你得明白根本 是 对 是吧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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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